HELLO 了事自己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HELLO 今天來看 喬治亞人對上 印度斯坦人 這場比賽是 軍閥3的比賽 好 軍閥3 雖然已經打完了 但是還是有很多精彩的比賽 我們頻道還沒有上映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場比賽是 Viper對上DOT 先看一下 出生點位 大約10點鐘方向 Viper選擇了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特色 開局有免費他的羅車 而且 他的強化教堂 可以讓 強化教堂附近的村民 增加這個 10%的工作效率 喬治亞人在前期來說 他的肉馬是有回血上的優勢 他的馬功也會回血 到了地龍時代 還可以讓騎兵的人口 占用人口去減少一些 所以整體來說 喬治亞人是走這個 騎兵路線 騎士或馬功 他的槍兵路線也是可以打的 那有這個大槍兵可以用 那整體來說 步騎作戰比較適合他 後期還有火箱 可以應對對方大量出步兵的情況 後期有大衝車跟重頭 而且還有工程工程師 這個比亞美尼亞人來說 是舒服許多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右下角出身體 因為大約4點鐘方向的 道德選擇了印度斯坦人 印度斯坦人特色呢 是挖金礦的速度 點一下銀罐 大幹道之後 會稍微加速一下下 大概加10% 但是這個大幹道呢 是連這個聖物的 黃金加成都會獲得 那印度斯坦人呢 他的兵力是全部圍繞到 黃金兵種 因為他的垃圾兵 並不是那麼的強悍 只有這個重裝長槍兵 後期呢 戰毛兵 雖然是全滿的 但是他垃圾兵 就是沒有大槍兵的關係 後期可能還是要靠 古拉姆 火槍 或是馬弓 還有這個 翼王駱駝 去做出一個正確的判斷 後期有這個大漏馬也可以用 所以整體來說 是不太需要用到槍兵的 通常印度斯坦人 會用到槍兵的情況 這就是 真的就是走遠了 那印度斯坦人是 非常全面性的文明 但是他要打出強大的兵種 也是需要大量黃金 那這張地圖的中間 黃金是非常重要的 誰能先強調 誰就是可以先發大財 好 接下來看一下 Riper已經補了 三艘漁船了 右邊的Dout 比較玩補下嗎 沒有 他已經補了 在這裡 然後這個 這個也是Riper 那Riper這邊 應該是想要來搶一下這個漁池 那這些漁池呢 應該是要先出火戰船 燒一下 Dout在這裡 是已經提早升到封建時代 但是好像沒有發現 左邊有一個碼頭在 還是他是故意不去按戰船的呢 好 那Dout這邊是在忙著趕路 並沒有時間去看海的樣子 哦 但這邊停就很久 是不是意識到 誒 這傢伙有按一艘碼頭在這 那這個漁船可能就糟糕了 有可能是村民被騷擾 但是其實村民沒扣血 這個路覺得沒回頭 繼續趕 好那前期Dout是走了一個開碼頭路線 槍兵中看到了 看到之後也沒有補火戰船 那應該就是故意要棄海 那棄海的話 Riper可以拿到兩個 這個河道 那就會蠻好的 因為前期這個河道還是蠻重要的 但是這個漁船不用出太多 可能出個兩三艘 四五艘可能就極限了 可能五艘還是有點太多 三四艘我覺得差不多 因為這個魚池的小肉 魚肉跟大魚 加起來也才不多 1200左右的食物 在前期來說 還是有吃的必要 就稍微加減吃一下 就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對手爽吃的話 自己又不去阻止 這個經濟差距會越拉越大 除非你可以在城堡時代 快速上去 轉出森旅 或者是一些城堡時代冰種 反之這些漁船 也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接下來看到 Riper這邊是有漁池的優勢之後 補下了一個馬舊 走一個馬舊 配槍兵的路線 槍兵有按 道德這邊也是走一個肉碼開 肉碼甚至按到了四肢 想要給Riper更大的壓力 Riper家裡中間 並沒有趕快圍死 非常淡定的 開始慢慢圍家 畢竟有槍兵在 基本上不用太擔心 在槍兵的部分也都沒有留在家裡 而是一直往外衝 好道德這邊是補下了一級農田 待會 好 待會這邊 農田可能要多灑一點 然後道德的肉量有點炸裂 還是要補漁船呢 補戰船 但不補戰船的話 還是灑田吧 灑田可能還是好一點 好一級農田趕快補 補完之後 農田就可以撒 不然道德這邊的肉裂 會有點吃緊 好 但這邊是選擇了中間吃果肉 這個果樹蟲 拆一下這邊的莓果 好 下方這邊 是一個高地的肉碼 Mipe看到要上高地要從前嗎 不要吧 就算上了高地也打不贏 道德的槍兵想要過來攔截 Mipe直接上去 就是一陣爆砍 但是被戳到兩滴 肉碼血量有點殘 好 那最後 Mipe這邊是按了一艘漁船 下方這裡補到了三艘 好 三艘漁船 按了更一個自爆閥 待會有人經過這個河畔附近 就可以炸他一波 算是控制河道的一個小小福利 好 Mipe這邊是補了品種 但是又退款 想想還是靠個買賣 趕快升時代吧 道德雖然棄河道 但是有可能他已經升起了 但其實道德的經濟是跟Mipe差不多的 但是這裡有吃果子哦 但是兩隻槍兵在這裡 三隻哦 暫時這個槍兵是能守住吃果子的村民的 好 左邊這隻槍兵戳到了一槍 小鑽 道德這邊看到 你的肉碼在我家 那我就去你家換換好了 那Mipe這邊有做這個細節 想要把家裡圍死 那如果要升時代的話 把家裡圍死是一個最好的做法 那在之前有一些觀眾問我 這個 到底升時代時代要不要圍死哦 我一律回答 就是圍死 不要想說留一個洞 讓對方可以進來溜進來 雖然有承認中心守住 但是只要一被溜進來 那個情況可能就不太一樣了 你本來可以穩穩直層上去 變成穩穩下去也說不定 所以直接選手怎麼做 我們就怎麼打 這應該是很好的 遊戲行為 畢竟人家大部分這些選手都這樣做了 但是沒道理不去為死 好 那道德這邊是決定升到城堡散 但道德這邊就是一個 尷尬的情況 那為什麼他不為死呢 我就不知道 這個道德還是有自己的一定想法 或是他想要來個 Crework 下下對手 下下Viper自己可以秀一下守住 或是他覺得就算肉馬溜進來也不太會無傷大雅 畢竟自己槍兵數量是多啊 三隻槍兵他敢衝進來 槍兵就直接追到底 再把他關起來打 然後資源敵的手下 可能就沒什麼問題 好上方肉馬稍微翹一下 前期兩邊是打得非常輕鬆的 並沒有那種 封建大打架的感覺 都是打一個很標準的 阿拉伯打法 這是一個很單純的 你打我我打你 小打小鬧 兩邊還是以城堡時代為中心的打法 好肉馬趕快把這個碼頭砍掉 把這個戰船帶出來也是蠻麻煩的 好那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Viper 要不要點一下輕奇病的升級 先走個肉馬流 然後配上3TC開農 然後開強化教堂 增加工作效率 然後有開教堂 然後趕快去撿生物 這樣子的話 喬治亞人就有工作效率的加成 而且對方出生旅去搶生物的話 自己有肉馬上的優勢在 但道德只要出個駱駝 就很好解掉這個情況 那喬治亞人要打贏駱駝的話 這個方法也是出生旅跟槍兵 城堡時代 那帝王時代的話有其他選擇 就是出火槍跟大槍兵 火槍打駱駝的話其實也是蠻給力的 畢竟駱駝怕射 好清奇兵果然升級上去 打的是非常標準的肉馬開局 那現在的Meta來說 會很多玩家直接選手們 在封建時代 在升城堡時代的初衷 然後去按下更多肉馬 補足這個上城堡時代初期的戰力 不然升到城堡時代初期 要去按那些騎士出來也是要等待 而且容易被對方的僧侶給反制回去 所以Ryper這邊打一波肉馬 轉清奇兵的策略 我覺得是做得相當漂亮的一件事情 好但是遇到對方的駱駝還是要小心 但是這裡走一隻可以把對方壓著打 好但道德這裡也補下了跟蹤技術 三隻駱駝過來是肯定打不贏的 然後補下一個二級農 這裡是直接4TC開農啊 那道德這邊也是3TC開農 應該都是有注意到對方是有開城鎮中心 自己的城鎮中心就可以再多開一點 你偷我更偷 兩邊就是打一個字 偷 看誰拖著Svillia 誰比較厲害 結果這個漁船被打掉了 好中間直接開果子 吃果子補肉 這裡可以抓一村沒問題 直接阻擋了村民回家的路 然後又一隻駱駱過來 好駱駱直接衝進去 Viper這邊居然有個洞啊 但是還好 這裡駱駱正進來的話也不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哇這個射一射駱駱就已經殘掉了 好下方又有駱駱過來 Viper這邊是暫時想用生旅擋一下駱駱 並沒有轉出重裝長槍兵 因為這邊轉槍兵的話村民會斷到頭破血流 所以如果要讓村民正常運轉的話 這邊的唯一姐就只有生旅了 但現在生旅有個問題 村民沒多少人在挖金礦 就只有這四隻在挖 這個收村也收的有點久 現在生旅按的可能會有點有壓力 沒有那麼辦法那麼快就按出生旅 哇結果這裡又再抓一村 盜頭兩村 直接拿下 好結果Viper找到了一個洞六進來 請騎兵 補姿 先抓一村沒問題 後面這裡兩村應該是可以拿下 OK砍掉 駱駱趕快回救一下 好後面的駱駱 倒血多了 兩個直接自敵 駱駱想要招但是被砍死 先騎兵跑了出去來不及關掉 好道德是打了一個比較開農的路線 駱駱駱是真的出的比較多一點點 但也沒出多少 大概七隻稍微小打小鬧防守而已 然後我們就自己走一個開農 想要到地龍時代在決戰的路線 我們前面應該可以快速溜過去 兩邊都不會有所謂的一個大招出現 只要是兩邊都開農 就一定不會有大招 有人突然開農又轉大招的話 那就是在送這場比賽給隊友 送比賽給對手 因為你在這邊開大招的話 你的經濟就會突然變得一塌糊塗 會變成所謂的四不像 你要開農就開農 不要開農到一半突然開大招 直接壓著臉上寶 突然轉一個樹地 樹地然後又樹不樹的 所以如果你要開TC的話 就要農嘛 開TC不農 反而是斷村上帝王 這就顯得有點開大招了 就是要讓打對方一個出奇不易 然後你開TC居然不是弄 而是上帝王 這樣他上的時間也會慢 而且對手也會相當好防守 所以兩邊這樣打 我覺得算是一個 要正常的方式 並不會有太多的可能 去做一個突然大暴兵動作 所以這邊4TC開始運轉起來 還有5TC不在斷村的時候 印度斯坦這邊村民也比較便宜嘛 不斷村的時候才有可能再去暴兵出來打架 那不然就是直接上帝王室帶 就只有這兩種選項 不太可能會有這種 突然斷村暴兵all in一波 想要帶走對手 反正在天梯會看到 但在這種正式比賽裡 這個風險實在太高了 出現機率實在太低了 好 森女第一時間會被砍掉 道德的好多駱駝都活了下來 這邊想要開TC 結果繞不過去 駱駝想要再繞嗎 但是TC可以要蓋好 再繞過去的話應該稍快蓋好 好 再補了一個兵工場 稍微卡一下 好 蓋完之後 馬上開始挖金礦 好 MIPA這邊經濟已經來到了 快到地獄時代 這裡再稍微買賣一波 但是這裡不能賣石頭 因為這裡賣石頭的話 好 大家回莫娜斯帕很兩岸 但這邊如果打莫娜斯帕的話 經濟的話也不是那麼好 但莫娜斯帕是一個很好反制對方的 所有單位 不管印度是要出火槍啊 還是要出 帝王落頭或火拉姆 莫娜斯帕是最好的選項 那如果這樣遇到帝王落頭的話 再配一個步騎作戰 槍兵配莫娜斯帕 或是直接走馬攻配槍兵 都是很適合打印度的方法 那印度這邊反制的方法 可能有火槍 配上帝王落頭 可能是最佳的方案 但如果要打出這個方案的話 黃金數量是要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我們開局才會說到 印度斯坦這國民要打得搶 你的兵一定是要全部都是黃金兵的 不太會有那種配垃圾兵的打法 像喬治亞不騎作戰就很適合 後期再轉火槍 應對一下也是ok的 最近他莫娜斯帕的黃金造價是非常便宜的 省下來的黃金 看是要轉馬攻或是轉火槍 大衝車重頭都是可以的 好那Viper這邊的地方是在點下 現在Doutor是稍微慢了一點升級時代 好這裏一根寶補在偏前方的位置 好Viper也在自駕的高地補了一個城堡 但這邊槍兵跟肉馬有點往前送 剩下駱駝被生女給逼退 好稍微再戳一下 好現在槍兵的部分是直接送光 但還在按槍兵喔 城堡也好先點下斯萬塔 這個台灣應該是叫做賽凡塔嗎 還是叫斯萬塔哈 斯萬塔跟賽凡塔 這個有點不太糟到底是哪裡翻譯啊 記得那時候看翻譯的時候有兩種 好我們這邊就要斯萬塔 斯萬塔不下之後 這個城堡的傷害會多加兩點 這個Viper是選擇取消 開始直接纏巨型頭司機 轉出大槍兵跟二級射 先走了一個槍兵路線 騎兵路線反而是沒升級 畢竟先走騎兵路線很容易 就會被對方的駱駝給壓著打 好那如果喬斯亞這邊是走槍兵路線 那有硬度就可以打這個狙擊火槍 硬度火衝精灌技術 直接拿來用 其實相當適合 當作主力的一個打法 那以主流式的打法來說 道德這邊可能還是要找個機會去轉弱馬出來 好帝王駱駝可能也不用那麼早點 先點個重裝駱駝 稍微應付一下就行 那也是因為 如果喬斯亞人這邊突然爆出大量的 生旅的話 道德這邊轉弱馬就會相當適合 那為什麼會有生旅戰 也是因為喬斯亞人生旅也是挺麻煩的 他除了不能有騎士思想 跟招搶對方的生旅之外 基本上還是能打 連救贖思想都有 所以印度生旅也是會很容易被壓制住的狀況 所以道德有轉弱馬的話 雖然被槍兵克制住 但是應對生旅的方面就會比較有一套 好 這裡城堡前線來不及 蓋好自己的增兵技術 就直接被拆掉了 目前看到TC的部分非常多 來到6TC 道德這邊是補下了印度火衝 本來還是要走火槍 重裝駱駝路線 這個打法是相當標準的 那Viper這邊是補完了槍兵路線之後 開始在走騎兵路線了 而且是雙兵工廠研發 一級馬凱 二級攻 還有十萬塔 彈造血依序補下 待會說不定還可以看到喬斯亞人的劍塔塔推 有可能會看到 畢竟十萬塔雖然可以增加城堡的傷害力 跟強化教堂的傷害 但是 整體來說 他的打法還是用在劍塔上 會比較好一點 比你城堡抓架固的 你要用城堡去控對方領地喔 還是稍微有點困難的 好 現在Viper家裡 暫時沒有事 還是道德家 一堆槍兵在6 那路駝這邊出來就很尷尬 就只能稍微去打對方的工程器 槍兵直接上線戳掉大量駱駝 道德直接損失了駱駝 好 兩台巨型投資機沒有被拿下 好 槍兵倒出來 這裡連火炮戰船都登場了 道德想要控制右邊黃金 因為左邊被控了 沒有辦法拿這些黃金 但是右邊沒被控 想要趕快拿 直接Viper直接蓋了一個強化教堂 直接控 驚慌點 下面還有火炮戰船再進行工程 好 但是印度火衝出來 G1火槍也形成 但是弓箭鎧甲還沒有升阿 所以這些火槍可能會被戳爛 但現在槍兵也沒有三級攻 所以現在戳火槍好像也還好 OK 上方強化教堂 確實逼退 結果村民手撕火炮戰船還差點成功 但是Viper即時把火炮戰船給拉開 現在道德的經濟有點慘 只有7個人在挖金晃 按一台巨型投資機就是極限了 火槍出的有點太多 但是不出又不行 好 這邊火槍趕快穩定局勢 火炮趕快拆巨型投資機 這時要來到3到4台火炮 才有可能第一打高 反擊巨型投資機 結果 道德的一台火炮直接被巨型投資機給砸到 第二發還有機會嗎 好像躲過了後面的城堡 沒有石頭鏽直接被砸掉 斷修了 好 第二發又砸到道德 尷尬了 火槍全死 中間被插寶 Viper果然也轉出了火槍 肉馬 進行反擊 開始要打垃圾兵大戰了 也有火槍 也有戰毛 雖然我們有3級弓箭甲 但戰毛兵還是可以加減用的 畢竟有3級射 好 現在道德的黃金直接被控爛 右邊的野礦被控 左邊也被控 道德直接打出了GG 那我們恭喜Viper拿下比賽勝利 這場比賽我覺得Viper 算是打的節奏非常好 左邊讓對手有足夠多的注意力在左側 但是右側也是開攻 甚至還按了一台火炮戰船 化學一號火炮戰船就直接開起來 這裡也開一個 左邊這裡也按燒 三個弧池都蓋一個碼頭 都按下一艘火炮戰船 去進行控圖的動作 那道德這邊最大問題 可能是沒有轉身旅科技 但是轉身旅科技出來的話 也是需要大量黃金的 如果他要招強科技的話 直接把這個火炮戰船招了就可以 沒事了 算是可以把這個強化教堂 給反制回去 甚至這個 城堡也是 到處都可以招強回去 那為什麼道德沒有這樣做呢 是因為他的黃金被控的有點慘了 像光暗火箱 反制這些槍兵 就是有點極限了 到底道德這裡要怎麼打 其實最佳級 應該是直接出戰毛兵三級色化學 先用戰毛 扛住這些槍兵 黃金先省下來 出工程器火炮 或者是轉身旅科技 或是用這個轉一些大落馬 去反制一下後方的身旅 或者是去多線燒 可能會更好一些 當然這以上都是我個人的猜測 畢竟他的火箱 投資的黃金數量太多 又被控制的情況下 很容易 因為沒有資源 越打越差 或者是沒有辦法 好好反制對手的 這個建築物 有黃金才有工程器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先放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